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现场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宁夏银川市黄沙古渡原生态旅游区 相聚在这里只为今夜的闪耀相聚 非常重量级的明星召唤师 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了 那也让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的明星召唤师 还有我们项目组的成员代表 那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 好的好的好的懂了懂了懂了 那其实也是说到我们英雄联盟手游的公厕新版本 也相信我们所有的召唤师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了 也许欢迎今晚非常帅气的亚索隆帝 那其实 好难呀 好难呀 嗯 黄黄应该做不到吧 对我这 玩英雄联盟手游的话 手速锻炼好像有点难 但是经常复盘啊 也是隆帝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那游泳队运动员游泳世界冠军 活力满满的英雄联盟手游爱好者 傅元慧 欢迎 我喜欢英雄联盟手游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在比赛中是可以跟对手 啊不 跟队友互相交流 然后还能够体会到这种 团队的召唤师们 我们接下来也要请出我们最后一位英雄 他是会演戏 会唱歌 会跳舞 会乐器 会演讲 重点还是会打游戏的全能玩家 英雄联盟手游代言人能够carry 全场的carry王俊凯有请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各位在这个地方相聚 好的 果然也是非常非常帅气的Etherail 也是欢迎我们的小凯 那我知道我们小凯 其实英雄联盟手游的资深玩家了 那现在比较忙 平时还有没有练习呢 因为这边正好最近在拍戏嘛 所以可能碰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那平常可能在休息的时候会去玩一下 也是休息的时候也会玩一玩 果然是我们的手游代言人 就是不一样了 也是谢谢小凯 那好的 现在我们的所有人也已经集齐了 也再次欢迎各位英雄长途跋涉 前来复会 我们也是为了稍微熟悉一下 也是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距离 我们也是先稍微一起聊聊天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热爱我们英雄联盟的手游 所以说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大家都是以什么样的契机 然后来接触了解到我们英雄联盟手游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先问一下小凯吧 我记得我第一次碰手游 应该是在咱们端游十周年的 现场的一个幕后 正好那天就是有手游 还在测试的时候 我就有兴趣体验了一把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跟端游比起来我觉得非常像像 但是他又是跟根据手游做了很多的简化 让更多的玩家都能够去操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细心的一个点 那小凯也是我们手游的第一批的老玩家了 那其实小凯作为我们手游的资深玩家 那你觉得可能游戏过程当中 让你最有满足感 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跟朋友啊 或者跟你的队友一块去打团的时候 或者说是你烈士打回来 那种感觉其实是最激情的 最开心的 你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很快乐 能够和队友们 然后一起来获得胜利 那想问一下王俊凯 有没有最擅长的一个位置 然后或者说比较喜欢的一些英雄啊之类的 我其实打游戏会比较随意一点 像可能中路玩腻了 我就会去其他各个地方摇摆 但玩的最多的还是中路 就是中路为主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全能的玩家了 那我经常播英雄联盟手游 对我们来讲还有一点蛮惊讶的 所以说想问一下 你是接触到英雄联盟手游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因为也是 然后配合 还有很多就是竞技方面的这个考验 它跟一般的游戏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就是 喜欢玩 就是喜欢玩 那其实在我们 我们的直播开 好像之前给英雄联盟手游 然后来进行一个猫咪的教学视频 是的 最喜欢的可能还是那种暴力一点的英雄 比如像锤匙啊那种的 就是一顿甩那个小皮鞭 然后勾对手 然后那个勾到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当场直接就拉满 当场直接走上国服第一锤匙这个位置 说实话 这个成就感是猫咪给不了的 但是因为 因为有时候玩的菜 所以沟通的几率很低 所以只能玩猫 没办法 你有养猫吗 你有养猫吗 没有办法不给我养 所以说在霞虎本就竟然认光了已经 没有 富姐玩辅助从来不怂的 我都没看过她退步 对特别特别开心 你要攒挺久的 对 就是每个月买两个 很开心啊 对对对 到现在 我放AD请保护我放辅助 哈哈哈哈哈哈 也不是唯一种很好的玩法 对 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英雄呀 皮肤呀 世界观呀 然后核心玩法的设计以外呢 老板不说你滑水 但我感觉龙哥完全不像是这个加班那么长 你头发很多呀 一些故事 那我知道小凯其实也是打游戏非常的秀 有很多很多高光的操作 所以说你可能有没有哪一局游戏 然后印象是最深感觉玩得最嗨的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分享一下 玩得比较嗨的都是虐别人的 就是要不就拿五杀的局 那我有个灵魂问题啊 比如说你打得非常非常秀 但是这一局遗憾没有赢下比赛 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没有秀 但是你们最后稳扎稳打拿下比赛 你会选哪个 我会选 肯定会选拿下比赛嘛 肯定拿下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还是胜利是第一位的这种感觉 那你们也是期待一下嘛 也是谢谢小凯 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各位一会会在我们的开黑的过程当中 我们带来怎样一个精彩的对决呢 其实现在 你就说如果不是我 你会知道分你的大可以给小兵加血吗 肯定帮我扛点伤害 但是你这个假装很麻烦呢 他想我要求多 太过分了 要求多不是很正常吗 对你关键是你什么也没干啊 我干了很多 然后你抢了我人头 不是 你要求那么多我拿你两个人头当定金 不可以吗 哇 谢谢二位的精彩段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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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吐槽他的各种问题啊 我也是 我们俩一起打还好 我觉得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 我前段时间一场直播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英雄联盟手游嘛 我知道小凯是老玩家 好像也有一些话要对我们项目组老师说是不是 我刚听到那个排位机制的改变真的非常开心啊 因为作为也是玩家嘛 所以经常最头痛的一个事情就是调分嘛 就是一调分整个人就会特别难受 所以也听说这次更新排位赛进行了非常多的优化 其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 好像是要发放免费的海克斯盾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玩家来讲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 因为你就不用再担心会掉分了 凯格也是这个消息非常灵通嘛 是的 我们这次其实有一个高光时刻 非常期待这个海克斯 所以看看哪位小伙伴能够去获得海克斯的保护盾 那我们的各位明星召唤师们 我们的小伙伴们能不能够拿到我们的福利就靠你们的了 OK 尽力 加油 直接杀 直接乱杀 我弹好了 父亲 我弹好了 全面这把我听 那感觉大家 我们的明星召唤师好像很有斗志 有点胜圈在握的感觉 那或许要不要抽赢 但是呢 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嘛 我觉得肯定是你啊 哈哈哈 那就让我们就是乘着现在这种五威武开黑 但是在此之前大家要不要稍微想一下 我们要不要起个比较想象的队名 今天 星光队吧 可以可以 这个 好错 对 毕竟我们这里是星光客栈嘛 就是星光队 好 我们的星光队和我们的闪耀队 那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第一局的一个比拼 第一局叫英雄本色 其实就是这一轮我们大家 必须选择自己的本命英雄来参与战斗 那你们可以拿起手机 我们一起召唤师峡谷不见不散 多拍子啦 你看吧 本命英雄是吧 好的 终于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了 我是枪炮 大家好 我是老敏 那我们进入到了我们的星光队 对阵闪耀队的第一场比赛 英雄本色 全军出镜 这种选的很暴力啊 对 而且为什么这么暴力 就是这个英雄本色的要求 就是所有人要拿自己熟练度最高的英雄 对啊 本命英雄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王俊凯就拿出的是什么 阿卡丽 我印象中啊 上一次的表演赛当中啊 凯瑞全场的阿卡丽也是真的很凯 很厉害 对 我觉得他的阿卡丽熟练度很高 而且这把对的是一个结 完全不虚 对完全不虚 对啊 上来就开始黑 对 复原会这一场大面包玩家是玩了一个 上单垂实 上单垂实 对啊 他不是辅助垂实 这个我要提一提啊 确实 毕竟是把洪荒之力带入大家眼帘的一个 运动员吧 对啊 非常深刻很可爱 我觉得垂实这个英雄他也是有洪荒之力的 对 他可以叠被动 对吧 把自己的洪荒之力不断的叠上去 是 而且感觉像复原会这种女生啊 主玩垂实能够感觉到就是 确实平时在排位赛当中 不会说是只玩软斧的 对 我觉得他的性格 我觉得他的性格也有关系 对 他这个理解挺好的 我最近看视频有那种弹路的出科技枪的垂实 你这视频都被人up主 都已经转载了几遍了是吧 这up主还专门来找我 对 其实垂实这个英雄 我觉得打上单他跟曙光一样 只要打野肯来就才 刚刚说完 这里亚索配合垂实 打扮了一个 懦守的虚弱 差一点差一点 能不能杀 有闪 有盾 勾回来再摆 漂亮 这配合 哇 我感觉复原会他这个英雄出现度很啊 复原会的垂实 我觉得 钻石局 应该横冲直撞没什么问题啊 看样子 没啥问题 平时没少练啊 下路的话 感觉还好 是 下路这里不是 空有问题 嗯 这个黄黄悠悠 如先加上布隆 前期要打到这两个长走 还是要做点劳动 对 方面给到了这个 王俊凯 姚凯 马上5级了 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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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闪 我没闪 我闪现打F6被拉扯掉了 呀 哎 这F6 没事没事 打盾没了 哦 玩得好 要不解 我帮你把线收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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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不用谢我 他想操作 对 对吧他想在塔下操作对面 但是 怎么说呢 平常外圈刮两个回口血的话 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 这一会儿 目前的一个比赛节奏 可能还是星光队要小占优势 嗯 星光队这边节奏不错 对吧 当然路这边配合着越塔越了一波 而且中路还在还在一直稳着发育啊 不过看小地图啊 这个位已经是出现在了上路啊 准备去包复原会 这中路这两个人 两个人者 就是在互相发育 没打起来 刚说完 大招给了阿卡丽 但是只中了两个标 后续的话第二段是没有boss的 没打出多少伤害 哇 那这一波 还给了30块 对啊 这感觉小凯很赚啊 是 自己没用大招 点燃也在 对打出了杰的大招 其实杰也发现自己 就是出现霞阵以后 他也没有交点燃嘛 是的 龙哥这边 这波可能觉得自己杀不掉 哎 但是这里看一下半血的一个小凯 还好 还好 这阿卡丽这英雄 霞阵真是太能拉扯了 对 这说到阿卡丽我觉得老敏应该有发言权 那确实 算是你的一个学活 哎呦 哇 不是这都能勾到吗 还能A一下 A一下 哇 暂杀 我是觉得 他如果再点燃可能早都拿到人头了 但下落也被配合就月塔了 是 下落的确啊 就卡尔玛加上这个 跑运节 一个甜甜圈再加上一个枪林弹雨 是真的恐怖 回来这波看一下闪耀时刻 这是复原会的一波单杀 也是在一个极限的距离 哎 上 杀送的路 单杀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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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他的交流啊 非常的积极 画面一转 这波闪耀时刻也是来到了王俊凯的一波线上 单杀的闪耀队的劫 可以看到王俊凯的操作行李流水 确实是打的非常的娴熟 那目前的对线上面还是星光队 稍稍的一切领先 哎呦 要报仇吗 还要打 上头了呀 是 其实还是很肉的 快乐小破罗直接开始顶 但大招交了之后感觉伤害还一般 差一点 对 看一下两边 装备方面 其实出装算比较正常 就是亚索出装有点小 小变化 嗯 他是买了两个攻速装 就提前量先把自己的这个 斩钢闪的cd先拉满 对 但是伤害有点低 他现在两个攻速装没有 没有攻击力的 来看一下这波 一个鸡飞 雅索一吹二漂亮 阿卡丽过来一个损武 再挂到塔尔玛 再利用自己的表力加撂乱 直接double kill 这 不明则已啊 王金海这一名惊人 一名惊人啊 但杰来了 所以他这给了一个布龙 后续三标全中 布龙还是死的 但杰二段影子回去自己被对方收了下来 一个闪过来 哎 龙被魏给抢了 对 哎 这一波确实啊 我觉得魏是声东极西 是 一个填瓣横空裂空去抓人 抓的是 黄俊凯 然后 其实目标是什么 用惩戒把龙先抢一下 有想法有想法 醉翁之意不再久 对 来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雅索这波大招跟这个阿卡丽的配合真的是非常帅气的 爆发太高了对吧 亚索加上阿卡丽的爆发 你看现在这个状态 如果杰把大招给卢西安或者给阿卡丽可能会更好点 嗯 布龙掉点影响没那么大 对啊 毕竟倒的是一个辅助 你看这个位 一个惩戒 哎呀 我觉得他这个惩只是想惩阿卡丽 他想直接把阿卡丽惩死 但是因为没选中 是 所以这个惩自动惩到了这个小龙上面 而且他应该是两个一起按的 对 就是点燃最终还是拿到这个 我还在想这个点燃是谁的 仔细一看位是没有带闪现的 哇这丹路感觉又要被杀了 诺手最后一丝血 挂了两层血怒出去 但是没办法呀 这亚索也过来了 对虽然有血怒了 但是后续诺手已经没有伤害了 大招斩完之后 这不得不说垂石挺肉的 上路 位局报仇了 亚索一丝血 刷了个被动护盾 有没有机会 操作一下 哇差一点 但这波打完 你看似打野转了 其实我觉得丹路对线结束了 王女海有机会没有 A一下 拉一个没动 哎怎么不动了 这在逛商店啊 我觉得一是逛商店 二是直接摆了 直接摆了 因为没有机会 就是你想在草丛里面 王俊凯的一个E技能 寒影刮到之后 他有征服者叠出来的效果 就是确定里面有人 哎这波大招 第二段一能不能走掉 哎 这脾气好大呀 哇 这也可以 但是外圈刮 还是收下了小凯的人头 不得不说这波飞雷神 王俊凯 就是为了秀操作 就是 这波活不活 无所谓 回看一下 杰是看到小凯之后 直接给大 小凯一段大 拉出去之后 交了一个闪拉回去 但是杰因为他交了个二段影子 所以看出去飞雷神 直接飞到了杰的脸上 主要是杰是满血 帅帅帅帅 然后王俊凯就觉得这两个人 逼了我这么多技能 想一想越想越气 人一时越想越气 不行 我得飞过去 退一时必杀无敌 是吧 直接损我二段过去 要收人家人头 可以 就是他其实走是 二段那个表姐杀是 也能走掉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只是表演 咱们能不表演吗 对呀 是不是 能秀的时候 肯定要秀一下 是不是 关键是他给他秀到了 你要是这波没有击杀掉 那个局 我就没想到他的斩杀线那么高 真的秀到了 来看一下 这个小凯特出装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嗯 就是两件生命局装备 对 相对要稳定些 哎 这一波没了 被拉回来 劈了个大 是 本来我以为上一波打完之后 这单独对线已经结束了 看来这诺手还是有反手的机会啊 毕竟打的是垂时 我觉得垂时这个英雄对线前几级确实厉害 又是勾又是白 但是一旦说是有装备了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另外跟大家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地图上多了些什么东西 你觉得元素峡谷 花花草草 花花草草 来了呀 哇 又是完美的一波单杀 小凯 那杰也不敢追了 交了个大招 就这个花花草草就是水龙魂的一个地图效果 对 草叢会变多嘛 最近也是体验一下这个元素峡谷 我觉得还不错 会给我这种比较喜欢玩狮子狗的玩家有很大的福音 正想下一句说这个水龙魂谁最受益呢 肯定是狮子狗了 艾弹亚托接大了 但杰这边原地有个顺允杀阵 上塔守不了了 上塔守不了了 能吹塔我觉得还可以 目前看起来两边经济倒是没打开 这两边其实可以看到目的很明显 就是前面几波团战都是针对中塔去打的 中塔一掉 杰也解放出来了 然后阿卡丽也解放出来了 是吧 开始放飞自我了 开始秀 峡谷先锋 没撞出来啊 是 这波先锋无所谓 目的达到了 达到了 再拿到一座防御塔 来看一下这会儿的一个装备 可以看一下王群凯9200的经济 领跑全场 可以 对面是魏 下一件要做大帽了 大帽做出来 感觉这把游戏 可以凯瑞全场了 我感觉他要出帽子 就除了 做手之外 都能秒杀 反正了 转起来 卡尔玛这边接了个大 反手拉了一个超凡之勇 但鞋也过来了 结我 这波游戏拉满了 完了感觉要全部爆炸 一个大给过来 如先也被位给斩杀 但小凯能秀吗 小凯一打三 韩影再给一下 半血了 时间快到了 金身 金身 还能阶段所有飞过去 韩影漂亮 一个闪现 但是好像 血量不够了 他这个阿卡丽好秀 真的秀 真的秀 我不得不说 实话实说 复原会这里又倒了 没办法 复原会这里没办法 这是英雄克制 你想 诺守其实前期 要被什么盖伦欺负 要被很多人欺负 但是到五六级开始有装备了 你遭不住我血怒的 对 就不一样了 回看一下这一波 对 我觉得这一波是雅索上头在先 雅索跟布隆 开了一个有闪现的卡尔玛 然后让 好运姐 反手的大招 跟杰的大招 杰本来只大一个人 结果那三标 刮了个AOE出去 是的 这三标刮满了 小凯进去的时候 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第一波其实是个一打四 对 但是他还是强行拿到两个人 我觉得 秀秀秀 这波打完小凯已经一万经济了 在这边的胃也挺肥的 6-2的一个 这里鞋又是抓到了卢西安 但是有布隆的保护 杀不了 对 这波太着急了 诶 这里 听说你要一直在单杀复原会 是吧 直接接大 对 队友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我们一个上单锤时 你好意思一直跟他兑现吧 是呀 我忍不了 是 亚索我好兄弟 其实我觉得复原会可以开始游走了 没必要用手那个残水上塔了 是吧 这把本命英雄 我觉得最经典的是什么 是这个 星光队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打野英雄 你发现没有 对 对吧 没人带场戒 这么一说 第一 你必须要选本命 对 只能是牙和 我思来想去这个阵容里面 对吧 只能去亚索 对吧 龙耀天玩这个亚索打野 来看一下 傅元辉这里很危险 姐给大了 走不了 很尊重 很尊重 是 他就害怕被厄运钟摆再溜一下 但是 位置里的护盾 太足了 这直接被反杀了呀 对 主要龙耀天这把带的是一个 这个致命节奏的亚索 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强 对 对 我又来了 我得拉扯 对 对 踩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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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不住 我就瞎他们下轮双人组去了 那这会儿可以看到比赛也是进行到了12分钟啊 就两边可以看到 比分咬得非常的紧 从出装上也是能够感觉到啊 视角给到的是王军凯的阿卡丽 已经三件套了 已经做到了关键装备 帽子 现在位也是开始做了肉装 就目前的局势好像不明朗了 但我更看好星光队一点 对 我觉得星光队凯瑞全场 是的 我们的凯瑞全场 这把很有机会 期待一下这个富凯二位的发挥 可以 富凯组合 是的 好组合 应该算是我们星光队目前的两个大卡 两个C位 来看一下这里 杰又是配合队友 打了一个卢西安的闪现出来 雅索在后续 好像也是能救下来啊 一个疯 逼退了杰 有点怕 对吧 杰现在感觉他有点怕 对 看到对面布隆和雅索一起过来了 直接二代影子闪回去了 但是我们蓝色方这个队员 闪耀队 就位在默默发育啊 已经13级 他的经济是最高的 拿了很好几个杀当 覆磨了一下鞋子 我记得他装备是三项血手 加上那个王者板甲 就非常的保守 对 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 位的一个保守型出装 对 而且他这把没带闪现 你发现没有 是啊 龙坑那一波嘛 连龙带人一起拿 也就是因为这个点燃 来看雅索这一波起飞 好 墙下掉了 可以 有机会吗 最后一刀 最后一刀 换掉了 可以 这波一刀 非常的赚 是很赚 哎 这里要抓到人了 鲁千是没闪现的 位置里边直接强胜 但是鲁千伤害也不低啊 这波 布隆也在跟前 哎 大招爆了一个布隆 哎呀 这波未失误了呀 对但是懦手继续怒了 能批吗 能不能批出来 批出来了一刀 应该是能把锤石带走 烫死了 但是最后这一下没办法三个人打 再有一个外圈刮 布隆可能也要跟着被带走 是 来看一下这波一打二回放 回看一下 是 很果断的是先秒了对方的射手 嗯 一个卡尔玛也是没办法 是的 他亚索的时间度确实还挺高的 对 本命英雄 对呀 我想问老敏如果你要上台 你会选 那我肯定选阿卡利亚 对啊 我和凯瑞全场小凯选的肯定是一样的英雄 是 太喜欢玩了 如果真的让我选 目前我的本命英雄应该是卢西尔 卢西尔 对最近一直在玩 那咱俩刚好组合 对吧 就刚好出现在星光队 对 就星光队的这两个英雄 嗯 那这会儿也是即将刷新的是第三条龙 火龙 对 来了 这一波 表里沙缭乱 太帅 直接带走 好 其实他可以观赏性更高一点就是什么 回斩 回斩 对 那个距离绝对够 对吧 回斩 这一波打的确实很帅 就他第一波霞 然后吃完技能之后 金身先去规避了关键伤害 是的 然后走到了这个中佐草里面 就一直在这边等待自己的损武 等待自己的第二套技能 秀 我不得不说就王俊凯 对这个团战的进场实际的把控 真的做得很好 对 让我刮目相看 有理解的 对 一般我们看表演赛的时候 是吧 嗯 都是 哈哈哈 这 枪炮老师 我以前还是您的粉丝的 您今天这么一说 我不要做您的粉丝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看破不说破 有一场表演赛 就跟这一场的观赏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对 我就是有一说一说 就是我记得是 有一个叫老缅的在主持的那个表演赛 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聊回正题 哎 来看一下会员会这一波又是开到了卡尔玛 也是第一次的卡尔玛 一个大招自己也很弹 但是正面战场 落手 跟魏两个人突的有点近 感觉是对这个 诶 哎呦 这一波枪林弹雨我的天哪 呃 这OE灌满了 灌满了 这怎么办呀 这次走不了 亚索还要上 被顶起来 完了 被女枪拿一波双杀 这样的话只剩卢西安一个人 卢西安要一打三 对讲道理打不了 但是就感觉就是这个大龙白打了呗 对对吧 这个大龙对于红色方来讲 已经没有什么 太多的推进的可能性了 哇这一上来第一把就这么胶着吗 对 这个这个也是最新的版本 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出那个 虽然是草变多了 但是按照端游的说法 就是水龙的地图就一直刷水龙 但是水龙现在还是会刷新随机的元素了 只是自己陶龙改变地形有一个说法 对的 总之我也非常期待这个版本 有一说一 哎你还别说我们上次 你跟我跟十一 我们三个解说的那个 也是小凯的 也是新版本 也是当时的最新的版本 当时优秘来了 对吧 猫猫来到这个 想起来你这么一说对 虎年皮肤那个版本 对对对对对对 你猫猫猫先 当时也少点 看复原会的出装 贼有理解 一个蓝切加一个兵权 蓝切加兵权 对 可以 肉而且输出也还是有的 有伤害的 有伤害的 他可以靠耀光的那个被动 多A一下 蓝切有一个被动的 这一勾 直接成功 起飞到了一个 没有闪进的位 卫这一波被伤害灌满了 这一波被吹起来 有虚弱 脚闪了 有腰带往后拉 但压锁过来了 单挑 他走不了 他大招是随便伤害用的 能不能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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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高地了 推高地 带个炮车来 但小金塔触发了 这个水晶有很高的一个防御值 哈玛 应该是一波不了的 哈玛拉的一个大招 是 才能靠这个炮车想点 有奔怒 要硬点 强点 哇 恭喜十方队 有点来有点来 自动动手有点厉害 哎呀呀呀 压力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 小凯太帅了 太帅太帅 太帅太帅 别的直接起飞了 这篇之后直接起飞了 太帅了太帅了 对 十四五五 哇哦 太棒了 庞帅 你的你的经济竟然跟我 还没有我经济高 啊是吗 我们 对 下路双辅助 对对对 我们是双辅助嘛 再加上傅老师我们三辅助 嗯 对啊 好那上我们恭喜星光队获胜 谢谢 对 那理论上我应该先采访我们的胜者 但是呢 因为下来一整个一局 他说最多的话就是 完了被阿卡利秀了 被小凯秀了 被凯克说 哎 终也联动一死一送 你懂的 哈哈 怎么评价我们的 这些明星召唤师们的操作 看来这个明星队非常热爱我们游戏啊 感觉这一天打的比我都多啊 哈哈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 那我们来先问一下我们的MVP 小凯 太急了 太急了 这把太受了 太受了 对自己今天第一局的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其实我确实 确实有一段时间没玩 因为自从在这边进组之后 就可能比较少碰游戏了 我感觉也是回到了就是 之前玩手游跟就是我的好朋友们 一块充分那种感觉啊 很刺激 而且我觉得大家配合 其实第一局都不算特别生疏 就是大家有危险啊 都会在网那边靠 或者报信息什么的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默契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四把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那其实小凯 我有感觉到你在游戏里 一直在喊说上路有几个人 然后说我们可以打圆骨龙 打这种打那个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游戏里 算是有点指挥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 因为其实可能看到上路 可能就大概知道他们人过去了 就会有危险嘛 就会提醒一下队友这样 那其实就是像阿卡利这种英雄啊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吃操作 所以说小凯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小小提示 能分享给我们 其实玩多了能 可能因为我玩端游比较多了 就可能就是可能比较上手好游 那个手游比较上手一点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靠我端游的 那个操作的手感来操作手游 因为他其实真的非常融洽 完全可以翻过来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 想玩操作多一点的英雄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先在训练场去试一试 然后呢再到匹配去那个再去实际操作一下 就是多训练场练一下连招啊什么之类的 就像打出这么秀 14-5的这种阿卡利 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分歧 就是这个自愿分配上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分歧 还好有俊凯真的还好 我后面你想清楚了 接下来我的策略就是 我直接选一个就是保姆类英雄 我就直接保俊凯 包赢 你知道吗 保俊凯的一场玩 我们这一路其实也一直以为奥天哥会来帮我们 对 其实后面他把冰鲜吃完就走了 对对对 吃完就走 绝了 这动作特别熟练 特别熟练 一定是演战过多少回了 他说了他来帮我 还就是那个意 就直接往我冰鲜上面 对对对 吃的 把冰鲜清完以后他走了 开个盾 然后开始清兵 清完兵走 对他走了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操作 OKOK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发现这个农地不可靠 对吧 还是让小凯今天比较更稳健 是唯一真正的主题 是的 谢谢 很稳健 我还是很相信我的队友 特别是小凯 上一把的那个操作我冷傻了 我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下一把呢 我会选一个垂时保护傅姐和小凯 谢谢谢谢谢谢 我真的求求你 谢谢 那我保护你吗 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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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好好打野吧 哈哈哈 他的保护你就不知道是真的来保护 还是想到你线上来蹭 我们三个一起走吧 都是好兄弟 那我们三个去打野吧好不好 哈哈哈 好的好的 我们到时候就四个人先打野吧 对对对对 先把他的野区资源给刮分的干净 是的是的 我们分享 没必要 我觉得没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那其实我感觉龙弟在三条线上还是都挺受欢迎的 那就问你啊 如果是阿富小凯还有我们下路 我们肉食动物三条线同时叫你的话 你会先去哪条线 哦 我会先刷野 哈哈哈 很担忧 很担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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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把自己的野怪给吃掉 接下来问我们的下路双人组 那你是0-2 我0-2 但我还有十几个的助攻 那你是AD啊 哈哈哈 没有 我完全没有办法吃兵 三级来的五级走的 你不是说我兵线才三级 我是三级来的五级走的 怪不得我直接落后落手一级多 我在想怎么回事 我被杀了他 抓了他一起 然后我落后他一级多 这个叫合理 那个落手吹起来了嘛 吹起来以后一顿攻卡 没掉血 我看来他80刀 你又血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前期就是上路 我看有直接有人头进照 然后中路来一波很帅的单杀 主要是中路我觉得 是的 特别是上路那一波 主要是中路C 主要是中路C 那小凯来怎么评价一下搭档们的操作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我们这边其实配合算是比较好的 而且 像大家也是有意的给我让人头 就是在那个小龙坑那一波 我也是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这把得塞了 因为都 就队友都已经给我让头了 我不好意思 不塞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但其实我觉得 还是对面 其实我觉得对面的结 还有那个魏 其实给我压力都蛮大的 所以最后我还在选 选哪个英雄的时候抉择 我在想魏 魏打野的话 最好是选个阿卡丽 一个W嘛 一个鹦鹿蛋 可以帮助自己 那个在线上生存机率大一点 不然 一向魏这种英雄 六级直接一波强开 你没法躲 就正常英雄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阿卡丽 就是从BP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些小设计在里面了 哇 但是再次恭喜星光队 哇 第一局比赛 哎 开了个好头 最后也期待你们下面的一些表象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好 抽奖开始 让我们看是哪些幸运的小伙伴们 率先拿到我们这一轮的一个奖 那现在我们比分是一比零嘛 我们星光队是领先一局 接下来的比赛 会是我们第二轮的比赛 叫做迅龙高手 哎 那相信大家已经能感觉到 我们现在有元素亚龙一个更新嘛 我们刚才龙哥也有提到过 那我们随着元素 那我们话不多说 打开我们的手机 进入我们下一轮的英雄联盟手游的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好了我们再次进入到第二局迅龙高手的游戏比赛中 我是解说强胖 大家好我是解说老缅 我们依旧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明星表演赛 星光队对阵闪耀队 目前红色帮还是星光队 这一把咱们这个规则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哎 我们叫做迅龙高手 是的 那说到龙嘛 对吧 肯定是 不是跟Noah的龙有关 对 就是跟小龙有关 咱们这一局会附加一个小规则 对 咱们对战结束之后 攻打小龙数量最多的一队 可以现场点单 而且全队享有一次美食特权 那大家想用到的这个美食特权 是我们星光客战特制的峡谷美食 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对我们两位解说反正现在吃不到 对我们只能缠着啊 不管怎么讲 我觉得这一局先锋要被冷漠了 哎 因为这个规则的存在嘛 来看一下两边的阵容啊 中单上单的瑞文 中单的发条 蓝色方 红色方这边上单是来了一个凯 凯南啊 中路是小鱼 是的 我觉得王晋凯的 英雷英雄都是法刺啊 是的 英雄石都是偏向于刺客的 是 盲松来了 这一波 我发现 的确啊 这个 上一局也是啊 固然会这条线 盲松就打也很容易 很很喜欢过来抓 对 因为中路一直对线都还可以嘛 对吧 你像这种中路有限权 或者中路对线比较舒服的对局 打也基本上帮上帮下都可以 这一波盲松又来到中路 这一脚提重 我觉得发条 拿下 没办法跑 而且衣血还给到了王俊凯 是啊 这小鱼人这个英雄 拿到衣血 说实话滚雪球能力太强了 是的 我有伞 我可以把他伞向低 他死了 瑞文能不能支愣起来 我感觉盲松的节奏特别好 嗯 发现了 他很会找这个干客的时机 对 帮上路打点状态 总归来讲 细节做的都不错 也是小陀罗 八条太想压这个近战的小鱼人了 前进压线压的太深 有火没走掉 压线压到三级 还在压线对吧 这会找了过机会还在压线 那我觉得小陀罗有点危险 转过来 喂鱼喂到了 直接抢五级的一个小鱼人 盲松还在附近 这一角落 啊 啊 这多少带点预判啊 直接预判了他闪现的位置 我在我在 我预判他闪现的位置 不差什么 不差什么 真不差什么 我怎么给你估计这个本命啊 怎么说 我觉得应该是要给每个人账号打开 最常用那个 哇 大闪过来 但是发条元 你交了一个冲击波 发条元还是死了呀 这这一波被军训完 感觉中路 最线已经结束了 最线早就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对 复原会也是大难不死啊 而且复原会很小细节的一下对吧 很点燃的效果消失在吃果子 对 也是很自信 这个点燃烫不死我 烫不死啊 大面包可以 大面包 确实 拉斯给一个大 先清兵 但因为有个炮车 而且这个塔皮 小凯也可以吃啊 对 这一波看一下小鱼人有没有回家 看他怎么出装 其实小鱼人有的是先出巫妖嘛 这样子这个时间他回家肯定是有了 也有一个直接摸帽子的 对 那他这个时候虽然有人头 但是钱可能还不太够 再给一个大招 味道了 盲僧也来了 再给一脚 死了 咱策划老师招谁惹谁了呀 这太针对了 我觉得主要还是英雄的克制原因 玩个发条 前期确实也没他话语 小鱼人一选拿完 抢五级 第一条鱼又拿一个人头的对线 直接就是 现在这个发条满血小鱼人都可以给大招了 小鱼人现在节奏太好了 你看这波兵补完回家直接帽子加鞋子 小凯人如其名对吧 凯瑞全场 那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盯着小龙是谁的 对我们这一局的规则跟小龙有关嘛 毕竟训龙高手嘛 对不对 是的 绕鱼这个英雄来训龙效果怎么样 哎 我觉得有点机会 有点机会 我们以前有个典故叫鲤鱼跳龙门 哈哈哈哈 我认为小鱼跟谈跳力怎么样 哎但是青鱼直播有点着急 对啊 有机会有机会 我可以强杀杀掉了 对 伤害还是能灌死 嗯 来看一下这 要给队友报仇了 凯瑞全场 来了 但是盲松去绕这波上路 可能应该是没大招的 蓝雪瑞文 这脚踢风应该打不起来了 下路好像也没打起来 来了 第一条小龙土龙 而且下午先锋已经刷了 三过先锋而不入 对吧 我不看 先锋之后就看不见 直接闪 可以 得闪得闪得闪 大家这波不闪 有可能盲松就要 交技能去踢他了 八条这波闪的时机卡的也刚好 对吧 就回音机刚好到脸上的时候闪 对 如果闪早了的话 回音机直接对方跟打下去 啥 是的 蓝色方闪耀队要直接让小龙出去了吗 感觉兵线不太合适 诶 这个终极闪光有没有说法 差一点点 那这样一来布龙大招 盲松还踢到了 拉克斯拉克斯要先交代掉了 布龙的背方再打晕了 提成 两个人都走 哇 天波又刮上了 哇 老老天 四把好猛啊 是的 画面再给到了上万图也能看到 顾员会一个人单挑两个 卫移过来 但这里应该走不了了 一打三 带走一个发条 带走一个发条 厉害 黄金海的鱼要怎么喂 先拖过去 卫移 A 这方交大了 反手喂鱼吗 三闪没有抓到位置 哎呦鱼还喂空了 其实他很有想法 他想操作 对他想等青草影的卫移交了再去卫移 这一波 凯过来有没有技能 没拦了小鱼人 差一刀 平A 哇 又是一波双杀 但是小凯 对 发条找到了 发条的伤害不是很够 呃 这一波发条没有闪 如果他有闪的话 就闪上去 A接点燃 我感觉可以杀 而且也没有视野 对没视野 他们在打前锋 OKOK 他们开前锋 我接退塔了 哇 怎么一直在 crashes 我把塔 能打过 可以 那 Moy 你别去啊 完了 现在 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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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的闪了闪了闪 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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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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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второй闪了闪了我来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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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我来救你了 我没想想他 我没想 我chn性了 哈哈哈哈 不要不说,星光队有点东西啊 有点东西啊 熟练度都很高嘛 没有想到 真的是 下路谁打闪啊 皮城给了一个大 但远处的一个狙击 这个子弹没有打在残血的女枪身上 被布隆给没收了 是的 终于又叫皮城了 很感动 对 因为我叫我 我喜欢叫皮城 很多人叫女警 来看这把王军海的塔架操作 不能再扛塔了 不能再扛了 啊 最后一番 我觉得太贪了 打赢了算了吧 王森 王森也来了 气不过 气不过呀 换成是我在这种局势下 队友月塔都险些成功了 我肯定不等了呀 凭什么呀 是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防御塔 在没有塔属的地方 到8分钟左右的时间 最后一边 对 对 没人藏了 打屋藏完 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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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惄了惄了惄了 二个一死血 二个一死血 我也不活了 我也不活了 直接收掉 这个人换谁 换芒芒芒芒芒 哎呦 这一波 直接二技能加破胶带 这一波挂上了 A一下 这波有鱼在 武林精怪直接让人头出去 但是其刚也过来了 最后特地是坐下 没机会了 哎呦 哎呦 女将这一波 啊 哎呀 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的把自己打 那布隆也没了呀 这葫芒娃救爷爷了呀 是今年葫芒娃救爷爷了 对 用老免的话 翻译就是葫芒爷救娃娃嘛 是呀 我也爱这么说 这已经没了 对 难得说对一次 难得说对一次 可以 但我觉得这一把 新光队毕竟拿了一条小龙嘛 是 就是我们从游戏规则迅龙高手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 新光队是占据优势的 是呀 虽然说现在经济上面 已经是蓝色方 更多的一个领先了 但是 从阵容上的角度来讲 有人后权厉害的 这鼻声什么意思 一个人单挑三个吗 想在草里面蹲一下 那感觉走不了了 现代的好乖 喂鱼 直接走到鱼里面去 他应该没得走了 他应该没得走了 没得走了 对这一波 黄金海的这个鱼 风走位 也算是声东惊西 是的很经典 看似空打 其实没有 这波解说圆的好 对 你毛病 但瑞文感觉很能打 鱼人打三个 伤害有点高 再A一下 小鱼人金身了 再挑布龙 A A 位移 再接 一技能有三段吗 想去敲一下小鱼人 没敲到 小鱼人直接拉走了 一个闪现过来 再接一技能 哎 古灵精怪伤害不太够 凯南也过来了 差一点点 云南也过来了 这波直接换雷天老爷 那瑞文是差事难逃 但瑞文这波已经很秀了 对 但是刚才我们可以注意到 瑞文身上的救助灵刃 那是出了海铸森魔刀的 是的 大影魔刀的这个大量的魔抗加成啊 也是让刚才小鱼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操作不了 对 对 打不动 真的打不动 你看后续那一点伤害打到瑞文身上 是的 不痛不痒 只能说这波瑞文的进场很关键 要不然这波魔球帮要大队 来了 小鱼 又是一个人冲进去 想单杀凯南 没机会 自己半血出来 还被胡强了 再发掉这个大拉的还可以 备合今天先秒了 茫生 这波龙也走不了了 什么风水被融化 来看一下小凯 小凯 应该要喂鱼 对面如果要推塔 他一定会喂鱼 这个事业忙须卡住 来 来 小凯 瑞文不在啊 这波要吃 鱼胃到了 一鱼几吃 一鱼直接三吃 哇 太爽了 是的 后续看一下 直接闪现过来 非常的自信 这感觉玩成大乱斗了呀 是的 在自信过头了 我只能说这一波 贺老师自信过头了 但是 女枪也没了 很早人头了 我觉得这把女枪是最难受的 是的 队友的阵容 除了布隆久也没什么好控制 然后 他不太好开大招 而且队友都是这种初点 哎 你跟过去就有可能买一送一 不跟吧又打不出伤害 对 无奈的 刚才 三个人集火 又是把瑞文给带走 三场的复活时间 这感觉还可以再拿一条小龙啊 是的 又是一条小龙 哎 两条小龙 那这么一说的话 星光对这一把 迅龙高手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哇 星光已经抢到小龙了 啊 星光已经给抢了 对 但是这波小军一点来没有 贡献了所有的伤害之后 添一波挂到拉克斯 可以 浩凯先生能够接受 可以接受啊 两边都能接受 感觉我们的这个 两支队伍的水准都很高啊 虽然说打的有点上头 就是一波一波有技能就直接打 但是从细节操作上 包括进场实际上来讲 尤其 我们今天两位 他王俊凯的赴养会啊 嗯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你想 小凯从他 五年的那波变成到现在成长了 绝对成长了 绝对成长了 那肯定啊 对吧 你一直玩玩这几个英雄 说实话不成长 那有点说不过去 我估计平时工作之余 没少没少在化妆间也好 在朋友也好 有练习啊 是 这也是手游的优势之力 对吧 很方便 你说之前 我记得 印象最深的时候 我都做端游的时候 陈赫就说一句 想玩 闲下来就想玩 拿个笔记本玩不了了 太难受了 但是现在手游就完全解决了这一盘打 来看这一波 哇 这 有法爆的呀 对 勾索接A A回来撞是撞到了 而且发条这个大武器还可以 是这个趁竿跳很关键 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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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温到了 他死了 按不到R是什么的 太远了 打了 有 完了 可以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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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 极限极限 只剩小凯了 凯瑞全场 凯瑞全场这波感觉没操作空间 闪现踩 再接A一下 有古灵精怪吗 原地有精神 脱下技能cd 三技能拉走想反杀 小凯倒是这边没拼住了 没机会没机会 还没对方跳了 前有清刚有后有瑞文 那你这大龙buff拿了 你没拿 反倒被对方推高地了 这要被对方推高地了 这一波确实 高地坦是有机会直接拔下来的 看一下富阳会有闪现有大招 能不能保一下 可能会对面要赶推坦 富阳会要进场了 闪现直接开大 哇 你天雷滚滚 有四个人 自己蚕蜇能拉开 蚕蜂有机会收割吗 哎 但蚕蜂进的有点早了 布隆这波没有跟 那糟了呀 感觉布隆也要交代了 是的 中期开始 蚕蜂的经济 前些人数都没有给到他 导致他现在其实有点中期不足 哈喽 哈喽 又是一个疯狗的大招 可以 你放钩锁 请便 请便 伤害挺高 这一波女性 打闪了 有T有T 这是真的好队友 这是中国好队友 直接来保了 直接换T来保自己家的这个AD 也没问题我觉得 没啥问题 是高地保住了我觉得 星光队还是有超过空间的 而且清光阴这种打野 其实他到中后期 编带的作用还挺大的 你出个TP 问题不大 是的 不过我仔细一想哦 这是新版本 嗯 我突然想起来这是新版本啊老敏 新版本这个 不用卖鞋了 是的 不用卖鞋了 而且还 你只要附魔过一次鞋子 你后续的附魔都会比之前的 要便宜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记得新版本 他这个鞋子附魔在换的时候 中间有个CD 对对吧 你不能说直接 你这么打完 换TP 然后立马又换旧途的 是的 确实是这样 他是会换的时候有一个公CD在 是 抓了一个带线的发条 嗯 看看这小鞋 这个伤害 高呀 一千 差不多一千 往一奔着一千去了 新版本主要是见不到这个 再也见不到武器打野了 对 太拉了 嗯 狐狸也被削弱了 就这个版本其实有蛮多东西 就蛮多大变化 其实最大的变化 一个是卡皮的消失 嗯 再一个就是这个元素龙的这个地形的一些变化 对呀 我可已经开始期待这个版本上比赛会就怎么样了 对 小凯 古灵金怪位移过来 但是被战术红杀扫到了 三打一 能操作吗 哇 伤害有点高的对面 我觉得小凯这一波 他是想用一技能去躲青钢也能横扫 嗯 就如果他一路就哪怕被减速到 嗯 去踩那个爆炸果实 然后还有古灵金怪可以走 对 就你两段位移 其实有机会讨在猫松这一波 还行 还行 拿到拉克这一头 兵兵也受不掉 因为被这个 才先打招给的 连结 不断了 那也没事 效果还可以 不断了 视觉效果拉满 视觉效果拉满 哎 这会儿伤害青钢有点吃不起了 对 凯南这个伤害不低的 哎 这里八条是先被打的闪现 这一局发枪的噩梦就是这个盲松 其实要没有这个盲松 是吧 是 他也不会被小凯人一直军训的 前面对线太难受了 你看他看到盲松第一反应多那个塔 回看一下这一波 中路打得很凶的时候 瑞维就在下落的塔了 下落高地已经被带穿了 这一波感觉 伤低一千四百八百了 来 瑞维这里 直接被踢一脚 要送回去 爱戴凯南 还要追的 有复活架有展现的 瑞维 凯南能走吗 大刀斩下来 对 瑞维这一波如果不走的话 复活架可能都要掉 有复龙被动挂上的话 这个瑞维可能要被手吃了 哎 哎 最后这一下被烫死了 是 红buff 攻击闪光没打到 但是瑞维还能操作 还能操作 有枪也被带走 能接手 差一点 对 复活架来 level 1 方 因为现在大龙刷新 掉了两个点之后 你看盲松也死掉的情况下 并没有这个机会 就两边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动 蓝色方想动龙倒是可以 又有打也在 嗯 但是少了一个最关键的瑞维 对呀 这秒伤不太够 而且一旦对面来抢的话 龙坑里边感觉没有瑞维 战略力大打得扣 看一下小鱼人还没去 压力来到了会员会身上 啊 小鱼人一个人的在吓他 对 他的万雷天老影 能不能制造一个奇迹 直接进场开始电 电 电 完了没电出来 对 就被踢死了 瑞维还有十秒钟复播 小凯应该能把下路的防御塔带掉 哦 直接踢了 直接踢 需要换塔 再 机会来一下 借着小兵走掉 还要传打 有机会有机会 伤害高 有法爆球 哇哇哇 这伤害有点太高了 瑞维也过来了 但瑞维留不了小鱼了 对 王鹏又开始是收退皮 上路是 打招守塔 顺道还把发条给带走了 小陀螺这把没有什么游戏 没什么游戏 体验 是 杖蓝色方还没法一波 对 但是推了两路高际了 哇哇 这两个人的伤害 真的 这一波 六人想操作的 上来一打三 哎 换了一个 对吧 跟打野换了 但这个时候换我觉得收益也不高 这波Ace 但是 目前 超级冰上面还是蓝色方 多一个上路的优势 刚才强行的是拿命 马上他给换掉了 马上30秒要刷我们新版本的一个 远古龙了 对吧 这远古龙打完之后有一个斩杀的效果 很秀 这个时候我说实话 我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斩杀的效果真的很太猛了 就是 一大限度的降低了对手的容错率 对 就是你想对拼 稍微一不慎 甚至 任何的什么 红buff的烫的这种持续生杀 兴杀你 嗯 自以为你残血可能走掉了 对吧 对啊 一趟 跳你一下伤害 嘣 碎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远古龙的斩杀效果 比上个版本的那个叠加的真实伤还要恐怖 是 因为他打肉太疼了 就是你打肉最后这个百分比伤害是直接把你斩杀了 你受得了吗 对 而且这个版本的远古龙不唯一嘛 哎 我觉得这个改动也算是虽然说有可能比赛会脱 嗯 但是也算最平衡性上面是优化了一点 优化一些 你想现在很多队伍嗯 一直列式抢了个远古龙嗯 翻盘了 对吧 对对对 来看现在兵线压力来到了这个红色房 哎 这波抓到人了 复活奖卖了 糟了 盲僧这波可能走不了 不事了 不事了 哎 闪现还撞墙了 一脚踢回来 有没有二技能 哦 还有一个 上子弹飞 要烫死了 最后一下啊 打野倒了 瑞文 小鱼人 小鱼人这波有没有机会 低调起 新冠一先被带走 瑞文也要死 那这一波 凯瑞全场有机会啊 凯瑞全场 凯瑞全场 双杀到手了 布隆先直升半血 对 triple kill 这要破这儿 kill了 呃 蓝量还够 还能回 但是没有闪 不用不用 哎哎 哇 四杀 皮成这种英雄面对小鱼人 啊 老六 我还有一口气 我还有一口气 气不多 没了 好 好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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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帅了 翻墙 全杀了呀 后面跑不掉了 难罢了 再一个 再一个炮车 Q就死了 OK 帅呀 怎么这么帅呀 收了 这个布隆大得好 布隆大得好 太帅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对 这个大得好 这个凯南大得好 我这个叫什么 我这个叫陆森开团 看样子 我时间 有小金塔吗 没有 那 凯瑞全场 你活了呀 哎 再接古灵金怪 布隆再点塔 还皮一下 皮一下 好了 我们恭喜星光队 再次获得比赛胜利 哇 哇 我只能说对面中单压力才是中单 中单已经不想玩了 中单 我觉得这五局他们就五个人轮番轮番着来打中单了 对面那个中单肯定慢了 缓缓就能折磨 对 容易折磨 容易折磨 还容易折磨 你 还好 我只能再说一次 还好有军 对没想到是俊凯一带四 哇天啊 我没想到是俊凯一拖四 没想到 主要是我第一把就很清晰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那个阿卡丽操作 我冷傻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狗就能赢了 我只能说 绝对国服 国服 说实话我不得不说 感觉这一局最重要的你们后面是怎么布置的 尤其是那一波小女人 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打团打不过嘛 他们卡米尔跟瑞文开团太厉害了 然后 这个发条拉扯也很厉害嘛 所以 打不过之后 我就说那条 最好我觉得就是他们打那条大龙的时候 我说我去带个塔 我去带一下边路 就把那个高地带掉了 后来他们卡米尔过来 然后也送人头了嘛 后来那个瑞文也是一直在追嘛 追的时候我就把女警杀了 然后瑞文也过来送了 那边我觉得是个大节奏 因为他们刚拿龙buff 然后三条命直接没了 那个其实是个大节奏 然后最后一波 其实 因为看到那个发条在那边 带我们上路嘛 带我们上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也在想要不要回家去守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虾子被抓了嘛 虾子一出来之后 就想保护一下虾子 然后 最关键的我觉得是 那个 那个天雷 凯南的天雷跟布隆的大招 正好打一个combo 然后我的大招 控制全部打满 然后就把他们前排秒了 他们后排 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神装基本上是两个技能就能秒 所以后面就是顺利拿到四杀 太帅了 这完整的复盘 思路好清晰 确实 我感觉就是中间像什么布隆的几个大 然后包括像什么凯南之类的 然后包括我们AD 其实都是有高光的场面 但是说实话 这一局里面我听到最多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打野选手 然后好像就不断的就是说 我开始OB了 然后我们一起回家了 回家吃饭了 回家吃饭了吃饭了 该开饭了 对 我记得你好像在我们开始之前 你有说芒僧 其实你还蛮有自信的 就是这一局是 很厉害 他和弦踢很顺畅 真的很顺畅 那波他们其实挺调 我觉得腹节很强 然后我和小凯的一个配合也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互相的一个配合 对面中单很痛苦 对 我看从前期开始 你们两个就一直就是陆续有人头进账 对 因为他们他的中单没有位移 我们这两个英雄都很好抓住 没有位移的英雄 然后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阿富 其实就之前我知道你辅助玩的特别六 但我没有想到你的英雄尺好深啊 但是凯南上单是我所有的 除了大业以外就是也真的是没怎么玩过 嗯 我之前跟他玩的时候 有一次他一个人带四个还是三个妹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只能往上单 然后我也是往凯南 嗯 我压力很大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你知道有多夸张吗 我觉得每一局比赛完全看不出你压力很大的感觉 我觉得中单压力很大 你打什么 谁厉害谁压力大你知道吧 我只能说心很痛 我知道为什么这把我打得好了 他没来吃我先 哦 很关键 他没有压制我的发育 那我们再问一下下路 下路感觉是完全顶住了压力 对 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其实还好 因为他们两个你上来就打得很猛啊 嗯 而且呢其实我们刚才有说嘛 我们是这一局有个附加的一个小规则 就是打龙的数量 而且这一局比赛我们是 呃 星光队一共打了三条龙 哎呃我们闪耀队其实只打了两条龙 所以说呢星光队是不止赢了比赛 然后呢也是 哎在我们的这个小小规则之中 你们也是获得胜利 你们是享有一个美食权 那接下来星光队全员就可以来点单啊 可以选三道美食 那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菜单啊 我们的店小二企的菜单的名字 非常的有个性 第一道叫亚索秘制功夫菜 第二道是炼玉子然火龙液 第三个是霞洛甜蜜私房菜 第四个是球果喷射套餐 第五个是提摩队长下饭菜 还有最后一个冰芬蜜糖果实 那个蘑菇 肯定是蘑菇 蘑菇下饭吧 可是那个蘑菇炒那个青菜 对对对对 然后火龙液就是鸡翅啊 火龙液就是鸡翅啊 反正你们有三个可以选的 然后呢我们的峡谷电脚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全部的美食 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啊 先选一道 那先来一个那个 亚索秘制功夫菜吧 因为我们队里有一个亚索嘛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一下我们队里这亚索的秘制功夫菜 是个什么美食啊 那那我们接下来 就说我要洗游戏什么时候 我看不起 这叫球果喷射套餐 噴射套餐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是火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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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噴射套餐 噴射套餐 这是火龙液 噴射套餐 所以 这个就 这个是 这个是 哦 辣椒 噢 这个是 噢 这个是 噢 这个是火龙液 我们的球果喷射套餐 好像是那个红椒 中间这个 红椒 中间这个 那你吃吧 来吧 谁点的谁吃吧 谁点的谁吃好吧 谁点的谁吃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 来来来来来 我们谁点谁吃 不要客气 来来来吃吧 我点的是火龙液 火龙液 火龙液 小海点的是 这个是吧 应该是 这是什么 这个鸭 鸭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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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一个 这个喷射套餐 你不会吃了阿姨 我也吃个 这个喷射套餐好吃吗 这个什么还要多少 太好吃了 夫姐真的好吃 还有一块 是真的吗 真的 贼好吃 人间美味 真的 会不会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看他马上都快流泪了 你可以吃 你确定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我们损失了一个辅助 你看我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现在所有的召唤师们 只要成为我们英雄联盟手游视频号的粉丝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福袋即可参与抽奖 三二一 好 公主讲开始 我们的英雄联盟手游视频号 因为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相信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 我们的峡谷地图好像有一些变动 就是我们的元素龙 然后包括我们的元素地图 所以说也请龙哥先给大家 讲一讲可能在哪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改变呢 除了原本的增益以外 还会对这个地图进行一定的一个调整 像水龙的话一个发挥空间 然后在这种峡谷随机性的一个作用下 其实玩家在这个每一盘的对局中 其实都有不同的体验 让这个峡谷的对局更加 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来选卡萨丁这个英雄 在这局的对决中 有没有谁想赐高奋勇 我来吧 哇酷 可以 MVP 好了这把3比0了 可以了 我只能说 他在哪我在哪 这把只能说我的野区都是他的家 我只能说 除非我先死 我不可能他先死 好 我们4保1保中路了 是不是 那小凯对卡萨丁这个英雄平时有玩吗 之前 卡萨丁就是 比较出名的就是我想帮设计师来 帮广大网友来试一下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护甲 现在有多张 好来帮大家来试一试 那我们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我们小凯的卡萨丁 在我们的召唤师峡谷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进入到第三局的对决 好 好的终于进入到了双方的下一局的较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星光队和闪耀队的一个对决 没错大家好我是解说老面 大家好我是解说枪炮 差点忘了做我介绍 没事那我们第三局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这个规则对吧 咱们规则叫出棋制胜 这个棋指的就是咱们英雄联盟手游 这一次新版本要上线的新雄卡萨丁 第一个要上线的英雄就是他了 就是是闪现如粪土的一个英雄 卡丁的大招嘛 而且规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星光队就是王军凯所缘会这边 是必须要用一个人操刀这个 没错那肯定是咱们的核心选手凯瑞全场 对吧小凯这一局玩到的是卡萨丁 他看他的这个赵玩世技能 他带了一个闪加一个盾对吧 是很保守很保守 而且带的是电行 其实在我来看 我觉得卡萨丁的天赋带法有带商榷 应该有不同的玩法 肯定有很多种玩法 对像征服者 这个版本不是改成了吸血吗 是的到了中后期卡萨丁的效果 还可以然后电行 打爆发嘛 在地形打爆发也还可以 那大面包也就复原会这一把是玩到了飞机 飞机加布隆走下 我发现我们木有问题 大木同学就一直是布隆 万年布隆 对老房到门了 是的 但是我突然发现复原会的应用池也挺深 是呀 这上单能垂石下路能飞机 对吧还有一手凯南 直接给你来个天雷滚滚滚滚滚 火南这个被动烫一手烫一个虚弱 哎 差一丝 可惜呀下路带着虚弱加上治疗 如果是虚弱加点燃的话 但凡带个点燃 对但凡换一个点燃 是这样 一闪过来龙奥铁很凶 保卡萨丁的发育 卡萨丁这个英雄感觉还是 我觉得发育周期有点像阿卡的 对吧得需要前期的吃经济 哎火南接闪现 强行跃塔 很果断 这太果断了 我觉得因为前两局打完啊 左边蓝色方这个选手已经发现了问题 前面打的太保守了 要要刚一点 要把节奏远起来看 看一下上路 小破罗 面对暴暴溜溜 哎 雪怒了 脚闪 诺手省了个闪现 如果跟闪现哪怕没有刮到外圈 而补一刀 把雪怒给他续上 这个盖人也没了 太稳了 小破罗太稳了 我觉得是小破罗是因为前两局对线的时候被倒塌了 输了吗 好了 卡萨丁也是迎来了比较关键的一个质变期 就是第一个质变期是五级 有大招 对 刚才我说到什么 是闪现如粪土 是呀 就是卡萨丁的大招啊 它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闪现 然后对目标就是 就是目的地这个范围到前面 他的位阴是比较 不容易被晕住了 人地位打了一个被动 那没了 链子刚好链上了 而且飞机要被拉回来 完了 大面包 哎 月卡有点上头 但是看一下瑞文这里拍大招 火男是没闪现的 震起来 震魂怒猴吼住了 在街上一个破弓斩 急风斩直接闪掉了 那 哎 老蛋也没有能够将 没闪死吗 那大面包没了呀 是的 大面包被大荒幸运给做没了 这 来看一下 卡尔马上头 还明显 多A了一下 对吧 我只能说两边都有人上头 对 这飞机和瑞文这波配合说实话也挺尴尬 没办法 对对 其实瑞文 我觉得 再多砍一刀 就是A一下 其实他是什么 他是为了赶紧把伤害灌出来 对 反过来讲就是 他A到他完全A不到的时候 再去甩他的第二段大招的话 是的 火男可能就没了 而且是斩杀伤害 二段大伤害 伤害距离其实挺远的 对 就是他刚才是贴脸明明可以A的时候 他选择了先把大招甩 他可能觉得大招二段可以斩死了 对 因为伤害把握比较自信 差一刀 这波闪现终于跟上了 那盖伦再见 放死了 嗯 我比较关心的还是王俊凯 就是 就是 卡萨丁我自己 卡萨丁来了 我在体验服就感受了一下 还没有进入实战看过 几乎是满蓝的 要大招直接贴过去吗 大招接闪现 大闪 大闪 有点帅一点 可以 被塔A两下 完全不虚 感觉王俊凯 两局前两局打下来 自信已经满满 可是现在是 随便操作 这个状态 有理解的 而且听说手游这个卡萨丁 一级是35副甲 这个 其实是不一样 被吐槽了很多的 这个初始副甲 对 你作为一个近战的英雄 你给那么点副甲 你怎么样 这对线都是个问题 是啊 来看潘森好像很有机会的样子 哇 关键的一毛给刺空掉了 嗯 这刺对了感觉可以杀 哎呦 还别说烫死了 果然这里可以啊 虽然瑞文又来了 这里 三打二 瑞文被晕住 被虎能拿下一波双杀 队员会没蓝了 嗯 飞机这个蓝量 确实不太醉 飞机这个英雄没蓝了 等于断腿了 是的 我感觉这局特别克木 那种问题 因为他的布龙是不带闪现的 对 过来一次就要被烧一次 对 火都躲不掉 这局我们闪耀队要 怎么说 怎么说 连输两局啊 要支愣一下 要支愣起来了 要支愣一下 那对面因为有个卡萨丁嘛 对吧 刚才我们也在聊 卡萨丁这个英雄 就是在端游有这样流传一句话 叫16级的时候 对面基地就爆炸 就是三级大招 三级大招 但我们手游是13级会学习三级大招 不知道 王军凯这局如果升到13级 对面基地会不会爆炸 是啊 这是卡萨丁的大招 cd转了以后 在中后期特别恐怖 而且这场比赛 可以看到小龙的刷新啊 是给到了狮子狗 能突出来的一颗火龙 对 草丁几乎没了 对 这个扎尔包浪费了 但是王军凯这杯还在超过着 半血了 这血浪感觉要不走吧 对 而且中路对方也放狭狗先锋了 你这再不守的话 中塔一会儿也没了 感觉这会儿的节奏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五层塔皮 这先锋一撞 直接就把阿克尚跟潘森撞肥了 是呀 而且还是一血塔 这个东西也 哎 先锋撞二塔了 这波先锋没去打 那感觉很伤啊 这波先锋 现在感觉 目前来看 蓝色方式占据了 不错的优势啊 非常大的一个主动性 对 你像这个中塔一掉 阿克尚就能游走 而且还有个潘森打招 随时能够支援上 是 分分钟一打一变成三打一 他就大飞过来 第二技能 再大 没蓝了 打闪了 这两三大感觉 耗蓝耗得是有点高 对 那你每一次的大招 都会比上一次多 耗费一倍的能量 但是龙奥天这里上头了 这也太上头了 双招盖伦 没有说法吗 没有说法吗 这不闪现上去给大瓜点燃 对啊 这直接闪现大招点燃 弄手就没了 反正换我我不能忍 太太冷静了 这换我又太冷静了 他太冷静了 是的 他还在这晃悠 还在晃悠 现在晃悠到暗上来了 那没机会了呀 真没机会了 这刚才必杀了呀 对不对 人头一拿 盖伦顶两下塔算个啥 对呀 弄手是没双招的 有人在反蹲 我估计就是什么 换我又生性多疑 这个弄手这么点血 在我的斩杀线 他在我脸上回头 在我脸上回家 身后必定有人 必有蹊跷 此事必有隐情 是的 这会儿看一下王军凯 就是卡萨丁的话呢 他的大招层数 我们可以通过蓝条下方的 这个防桥 完了呀 完了呀 又被贼到了 对就布隆这一局 没有个座友给他飞一下 这火蓝真的被他磕得不死 你看瑞伦这波有没有闪现 这个大招 过来是有闪的 一闪过来 但是被挂出了 这怎么搞 有盖伦有盖伦 盖伦这波 我说 直接大下来 一个大宝剑 收下对方人头 很凶火 卡萨丁没拉回来了 一丝血 只能大招闪走 这波也算是把兵守了下来 所以 老编你觉得王军凯的卡片 玩得怎么样 嗯 我觉得吧 因为英雄毕竟刚出嘛 熟练度看上去 还有待 去多磨练一下 对有待提高 但是 可以看得出来 小凯对这个英雄的 理解还是有 对 对 从他的几波进攻 包括在这个 开战团战之前 他别被动的 这样一些细节操作上来看 我觉得 小凯的卡萨丁至少 其实 端游有玩过 就是对 不仅仅只是说 我看过端游的比赛 或者说 我看过一些人 玩这个英雄 而是他自己 肯定是抛刀过这个 来了 要旋怒了 拉回来有沉默 再 外圈瓜 要接大招了 批 神王之间的战斗 是 这波想当当的单杀 狼王这波赢了 一个狮子王 一个狼王 狼王 狼王 还是略胜一筹 是的 那卡萨丁现在终于躺没了 只能适合推线了呀 对 线的就不是 小凯的经济并不是特别好啊 这些经济 身上 也是端游的那种出装思路 是 赤天使加时光帐 因为卡萨丁的蓝量太爱关键了 所以一切能够加蓝的装备 对卡萨丁来讲 都是 对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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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萨丁 肯定会也倒了 最后一下 平A 给火难拿到 拿到一波双杀 这两个英雄走一起 太能拉长了 是啊 其实最近的这个 Icons也没有看到他 马上火难一起走 嗯 可能打比赛还是太脆了 这个组 其实蛮 我蛮期待火难能够 在莫干纳拉克斯之间有一席之路 因为这个英雄 可能就是技能释放的难度 比那两个英雄 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 从伤害和眩晕的能力上来讲 其实 甚至比他俩还强 对 大招的爆发齐全 哎 这锅 抓一个能飞的卡萨丁 能抓死吗 当我们说 哎 有盾有盾 就是你干嘛 盘森闪现去拍个 卡萨丁就有点 嗯 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 卡萨丁他带这个光盾的意义在哪了 对对吧 就是关键时刻我不死 我等那个十三级啊 哎 我不要点燃 其实卡萨丁 说实话不怎么确实啊 对我也觉得 你但凡没技能跑 你是跑不出来的 对 你跑不了也打不了伤害 对不对 所以说我没有点燃 你跑不掉 我的大招最技能力不要太强 所以说带个光盾 前期对线也好 包括刚才这种碰到对方集火也好 嗯 可能还会更加安全 对吧 对星光队来讲 最难受的是他们没拿到小龙 对吧 准备蓝色方是两条小龙 对 那现在看下来 目前 红色方这一局 想赢下来 一个就是卡萨丁的等级和装备 然后再一个 得要一些节奏点 像现在这个布隆 哎 包括这一局我们这个 布老师 嗯 就要交大的吗 布隆急了 两个人都急了 直接互相交大 但冰川力气打完之后 潘森坐下来 坐到了布隆的身上 布隆哎呀 反向举盾 啊 没办法 那最终 火难也是 蔓延到了这 卡萨丁啊 小凯这位被带走 虽然会一撕血 是直接闪下 哇 二连斩 太自信了 乐手狂喜 好吧 乐手玩家狂喜 是的 乐手玩家看到这一幕酸爽 酸爽 其实因为 他对自己的大招 能够直接裸杀飞机 啊 判断得非常准确 那管帝要一波了呀 霞五先锋甚至第二头都没撞出来 呃 小叫他出发了 要一波了 卡萨丁要复活五秒钟时间 霞五先锋已经撞完了半血出来 但已经残血了 瑞尔拉回去还是被火难烫死了 只剩布隆一个人 布隆支持一个盾 直接往后拉的 拉不住了 卡萨丁来了 卡萨丁两段闪过来 但自己就是半血 哇这个英雄太怕被控制了 那 真的葫芦爷救娃娃呀 葫芦爷救娃娃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还是损失了巨大的代价 把这个水晶给守下来了 小手了一波 小手一波对 但我觉得结果 接从而至的还是 对更强力的进攻 结果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对感觉这一局 出其美出了 至少美 是是 好像有点难 有点难 对 那你看蓝色方是谁 是我们策划打的 那你说这卡萨丁该不该加强一下 对 英雄联盟设计师 英雄联盟手游设计师 对 加强一下卡萨丁吧 我觉得我我我准备接下来也就拍一拍这种视频了 可以 就叫什么 喊话设计师 直接对话设计师 没事 我们现在我们两人解说就给我们一个对话游戏策划的机会 对对吧 其实目前就我在体验符感觉就是卡特丁的伤害很关键 就是一旦一旦调高了没得完 那一旦调低了这英雄又上不了上不了场 对 所以还是需要期待一下正式不过卡特丁登场之后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一波也打起来了 乌龙给了一个资宽利息 但是卡尔玛回身一个大姐把两个人都拉了回来 怎么说 这么说交成不了 来了 入手雪怒二连斩斩掉了小凯 正面的话给了个大荒星云 屁股坐到了飞机 飞机这波感觉也要死 但飞机成功把潘森反杀 而且最后吃的大事大 对 瑞文在敌方的防御塔之下 真的也是没办法 双拳难敌468 十手 十手 好精神 那这样的话打了波ace 应该是要一波了 是的 16秒15秒中的复活时间 而且暂时就是卡特丁这个英雄 正面抬战其实挺弱的 他不可能往人窝里面去踩 他都是去追击这个落单的和残血的英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一个复活的卡特丁和复活也不再好手 恭喜小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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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理赛胜利 嗯 失败失败 我怎么说失败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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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扳回 好那刚才小凯在这一局比赛中 也尝试了卡萨丁吗 刚才说要帮玩家们测试一下 哎感觉咋样 实用体验如何 英雄联盟设计师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看卡萨丁 哈哈哈 哈哈哈 主要是这把凯哥没有这个发育起来嘛 对我们为了total一定的时间 到后期的话这个英雄还是非常猛的 嗯 因为一个多段的位移卡萨丁的魔爪 那其实我要分享一个开就是在BP开始之前呢 他们那队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他们直接就开始说 把所有中路能滚犬犬的英雄全给我扒了 然后后面想说哦是卡萨丁哦那没事了 那小凯觉得以后可能会自己多玩一玩卡萨丁吗 因为卡萨丁其实这个英雄就是虽然他前期非常弱嘛 但实际上还是非常深受玩家喜爱的 因为他的不管是后期的carry能力啊 还是说他后期的数值都非常夸张的就是 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16级之后卡萨丁16级 然后对面机力没爆炸就是卡萨丁的问题嘛 还好这个游戏只有15级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实确实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召唤士小伙伴们 也可以在未来多多的尝试卡萨丁就是这样子的英雄 但是呢按照刚才的约定嘛 如果赢了的话我们星光队会给大家送出那种高光大奖 但如果输了的话是要接受我们项目组老师们的惩罚 是不是我是盖门 可以可以可以那就你们两个中间的这位这个 这个 取个平均值好吧 那我们龙弟到前面 我们一起来欣赏你的cost 怎么cost这样子 我想一下 应该是这样 哈哈哈 那个大宝镜那金色的大宝镜 盖伦是这样的 没了 对就是那种盖伦的舞蹈 就跳那个舞蹈 我的还有没有巨模 哎还有巨模吗 我看你好很跃跃欲试的样子 要不要尝试一下 我这你就不太记得了 我只见 心愿的福利 那这一轮我们小凯是卡萨丁的首秀 那我们 就是 虽然这一局 哎 没有能够获得胜利 但是呢 如果在实际的游戏当中 你也不用担心掉分 或者掉星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海克斯保护盾 那职力的阿富好不好 也带领大家来摇个心愿 ok 一张可以送给我的好友 所以我想把那张就送给小凯 谢谢 哇哦 哇哦 然后以后就可以快快乐乐地上分 一起 一起快乐地掉分啦 有我们的保护盾 大家就可以快快乐乐地一起上分 现在两队是2比1的一个战况嘛 我们嘉宾对我们的星光队更胜一筹 那第四轮我们的开黑黑叫做星之守护 那我们是星光客栈嘛 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新 呃 新手的一些小王 而其他的四名队员呢 需要偷偷地守护他 然后来去使用星之守护者的皮肤 英雄联盟守游星之守护者 啊 真有 星光队可以讨论一下你们决定守护谁 我决定 我觉得守护小凯 不能告诉B 哈哈哈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要守护女神 守护父姐的吧 知道吗 这个不用说的 这个可以随便说的 守护父姐是给你们一些疑惑 可以这样就是我们最后死的最少的那个人 就说被我们被守护的人 对啊 这个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定好嘛 对 心里有一个头颈 okokok 我们已经想好了 已经想好了 那这次也要使用我们星之守护者的皮肤 大家可以在BP的阶段来想想想 想要使用哪些英雄 好 那就让我们直接召唤是霞后介绍 我们先讨论一下吧 可以讨论一下 嗯 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的闪耀队 要不要一起 也稍微讨论一下 你想我们队太过我来到了现场嘛 那必然要守护我这个 他可以玩中 我可以玩中 那我中 那我上 那我上 那我不会答应 我上或者中 我也不会答应 我可以答应 我可以答应 不行 我可以答应 我可以答应 没事会 会 相信我 可要看 那我该不答应 我可以答应 我去混吧 对面估计也是霞洛 这把我要玩我刚才COS的英雄 走投 啊这 啊这啊这 我确定打下吗 他可以玩 那我打下 那我 那我中 可以 或者我中 可以 我可以中 不是我 我不会不会打野 那那我 你中行吗 嗯 你是中 他要中 他要中 然后你们俩是下 对 那我们俩一个打野以上嘛 对 那三胞胎 嗯 那要不我就打野 我打野吧 行 我没事 那你就布隆打野 好 太抽象了 我们我们这阵笼真的太实败了 别的吧 这布隆不行打不了野 打不了野 要不小凯打野 他我这个打野好像挺厉害的吧 我可以打野 但你们得玩下路 我要去打下路 那我去打野 也行 那怎么着 没事 我们这 我们这个阵笼 这太习惯了吧 我要考虑考虑 要重新考虑吧 要不我们酝酿一下 这 太难打了呀 我感觉这把压力上来了 压力上来了 没有压力 这把确实没压力了已经 已经没压力了 我们这个阵笼完美 都没有赢的画面 没有赢的画面 没有赢的画面 不可认 笔书啊 笔书局 坐牢 兄弟们要有牢一起坐 有句话叫做 阵笼越怪赢得越快 是的是的是的 看你的落黑夜鸭 我这个妈妈呀 难以想象 这把我是我们队的星之守护啊 独来杀我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被震到星光队 大家好我是劳棉 大家好我是解说枪炮 那我们这一场比赛 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叫星之守护 全军出去 咱们每一个队在赛前 都会约定出一名选手 我们其他的四名选手要保护他 打完之后 对吧 我们被保护的这名选手 谁的死亡次数最少 那么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一次 获得我们美食的机会 是的 那么就是比赛赢是一方面 但是你赢了比赛 你错过了我们这个美食的机会 其实也挺伤的 所以说两边现在都存在着一个英雄 是拼的是什么 这两个英雄的KD 对吧 但这一把的话你看 星光队下路双人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王俊凯和傅元慧傅老师 对吧 两个人直接来一个狭落双人组 而且穿的还是咱们星之守护者的皮肤 对 像这一场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星之守护 所以说每个场上的队员 必须得要拿出更多的星之守护皮肤的英雄来用 所以我发现一个问题 木龙被击巴到打野去了 毕竟没有星之守护者 其实我发现那个问题 就是木有问题 其实挺有问题的 他老玩不容易 他怎么不玩别的 一个是拉登场 踩到拉克斯 拉克斯要闪了 怎么说 这波再给个虚弱 给到了MF 这一波王俊凯的侠 有点小危险 你往后拉一下 这一波多亏是星之守护者的皮肤 他能飞 守住了 守住了对不对 很关键 我只能说 而且可以看到狐狸的这个星之守护者的皮肤做的也挺漂亮 就是狐狸一般情况下是手上举着那个宝珠 但是这个宝珠 他自己在周围转很漂亮 角色换了 现在是宝珠守护狐狸了 是的 阿黎是我的上分主 我觉得这个皮肤我得买 必须得买 是吧 等出的时候炮哥你大小号 我监督你要全买 没问题 我俩号是吧 QQ取一个 微信取一个 来看一下下路 王子游走 游走打了一波 但是因为狐狸这个组合整体机动性比较强 对吧 而且前期的话也没那么怕被抓 是 我发现我发现黄子也很有意思啊 是个那一天 怎么说 大家都是星光守护者的星之守护的皮肤 他是死星的皮肤 你不知道暗星的皮肤 我在手里面叫暗星嘛 也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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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咱们回到就是刚才聊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王静凯的 先看上路这波 是打了剑击的一个闪见出来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吧 哎 亚索这一波 来了 接大三 接起来 无敌龙奥天 哎 但自己一换一换掉了 我觉得可以 一拿二一换一 是吧 操作起来了 对吧 我听说啊 无敌龙奥天 他的这个亚索还是活苦在保 很厉害 这次能看着 我们可以再期待他接下来操作 他第一局的打野亚索给我的印象 就已经比较深刻了 本命英雄嘛 哎 他这一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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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黑白翅膀啊 这个翅膀真的可以 讲道理啊 如果小情侣们 对吧 都在玩我们英雄联盟手游的话 这款皮肤 继续多少 我得考虑一下 肯定我就不考虑了 好吧 我回去立马给我的大小号安排上 先安排上 那我作为单身狗还买活力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一局的比赛 就是刚才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两支队伍都有一个在暗中守护着的英雄 我觉得carry全场 对我觉得星光队这边 对不出意外应该是小坎 是的 因为他的操作 就是包括他在前面几个发挥 所以我觉得值得对我去现实 他肯定可以比较好的 红buff技波要打了 王子给了个二连 框了一个大 框到布隆 在旁边的星之守护者 金克斯 他在晃晃悠悠 金克斯被挂了 剑技的一个大 金克斯被往后拉 但布隆已经倒了 还要再操作吗 剑技扛了一下塔 有个劳龙的星眼刀 挡了一下 他踩了个夹子 啊呀 剑技快跑 闪现过来 哇 秀秀秀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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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那家暴击了 就是如果不是暴击 伤害剑技兴 才有机会走 但我相信一句话 很自信即使别说了 来了 这一波狭路很自信 原地交了个暴风第一 但女招反手 框了一个大 这里得交闪了 只剩下王俊凯的侠 王俊凯这手侠 连点两次 倒勾加闪现 太帅了 亚索又过来 成功的要留住这个好运节了 好运节也走不了 哇哇哇哇 秀秀秀 对 但是反过来讲 就是蓝色方 你觉得会守护谁 我觉得是狐狸 因为狐狸这个英雄 他讲道理位置比较多 对对对对吧 不那么容易死 是 回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拉克斯和 这个好运节大招的伤害 其实灌的还不错 是的 只不过都给到了洛身上 这波三闪太帅了 很帅很帅 这一波复原会的洛 他是死里逃生 对吧 而且王俊凯这一手侠 也是在关键时刻的一个三闪 是 呃 之前我们都一直看中路的小凯 发挥很好 对吧 就是小鱼人啊 对啊 阿卡利啊 对对 但这一把下路的侠 我觉得他玩的也不错 是 是吧 王俊凯不得不说 真的 就我非常认可他的实力啊 嗯 我觉得比我强 哈哈哈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能与之一战 哈哈哈 我还是有点小自信的 多多少有一点 但是王俊凯的阿卡利 他自己真的绝活啊 很绝活 很绝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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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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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是 中文字包 人 亦 傑 Chi 鸽 最後 魅惑到之后交了个腰带往前拉 而且洛这边也给了自己的一个惊鸿过气 那只能开大给加速跑了 对 赛阳慧这波也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就看到狐狸交了大招 哎 这波 王冬直接划 方龙奥天 王冬这波 哇 能把大前斩接上一个大招 直接把两根斩起来 但自己吃了一个虚弱 还能走吗 哇 最后一下变性是触发了 是的 来看一下王军海过来了 王军海的侠这里直接进场 大招给上布隆的被动给到狐狸 上狐狸一边走不掉了 风雪闪现过来直接拉克斯 要来了吗 直接一波三杀到手吗 是的 同一星光守护者 太秀了 周外眼红啊 太秀了 把剑机紧起来 剑机也走不了 剑机拿下来 打了过一换五 王军海这波卖的也非常的到位啊 能不能一波啊 能不能一波 这一波感觉会触发小金塔 对 触发小金塔 但是可以看到 王军海的侠的切入时机 以及位置 对 他闪现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狡猛 对 他对方走走无路 我们说 平常大家玩侠 哇 这里又抓到了皇子对吧 两个配合把皇子给收起来 对 皇子可能想守塔 或者是想去追踢一下残血人啊 一般我们玩侠 闪现都是用来跑路的 对吧 你看小凯这一把 他的这个侠 闪现以来净功能 而且刚出一波三闪也是 但这一波正面又在开 布隆挺起帮他们也不行 狭一场单操作三个人吗 没换掉 阿里最后这一次血了 给他锁住了 咱俩给王军海 一口多奶 对 其实真的 他刚才那波的切入 好 来看一下龙王天这里 又要一堂 是吗 平常吹起来 直接说了一个痛 没下来 还有一机会 哇 三杀到手了 而且还能再秀 武员会 武员会 关键时刻过来帮你一下 拿到戒记人头 是给了清武成双的盾 还给了这个 在这里亚索应该走不了了 王子挖 A一下 没办法了 这个血量确实是太不健康了 虽然说已经刷出了一个护盾 但是皇子的背 哎 不是 我要N1 摁到W了 不是 我这波可以试杀的 但是我的操作好恶心啊 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白盾 他死了 他死了 差一点 差个修 是 像露露啊 狐狸啊 金克斯啊 对 我挺喜欢这个 我没记错的话 还有一个 重要角色 大家的女儿 什么呢 萨勒芬妮 好像也要出一个 金光守护者的皮 可以 我认识的一些妹子玩家 就已经盯住了 比较喜欢是吧 对 但这一波我觉得 大家的目光还是盯着这个 金光守护者的霞 霞 不出来 拉克斯和剑姬 但这边没有依他 布隆直接支起一个盾 往前挺 拉克斯被晕住了 但拉斯的光没了 狭修这个人头 而且后续的话 剑姬应该是跑了 对 拉克斯算是把他卖掉了 卖了卖了卖了 说一个火度 我觉得很果断 但是现在少人的情况下 闪耀队好像不太敢去火龙这里进行反击 难度有点大 我觉得火龙要不就放了 是 已经拿了一条小龙 想起来 哎呦 在这封墙 对啊 而且王水框里天崩地裂 亚索也上来了 亚索直接平安一刀 暴击收下女枪 看龙是谁的 啊 强到了 加文四世 他强到了小火龙 是的 大闪过来 但是最后这下没有A到 王子机二连溜了 帅是帅 但是霞其实追机能力很弱 他的羽毛的落点导致 你越是追人 你的倒勾越用不出来 是的 伤害越打不满 对 霞特别喜欢打什么 对面是炼金落手 哎 盖伦你追着我的那种 但他点了个火子 直接点过来了 那我敢意外之急 哎 我觉得其实皇子走的这个路线 可能对方都已经没有觉察到 对 他直接回家了其实就还好 对 肯定可以逃 他担心别人存在里头 但是他下路先锋 已经撞到高地了 又是锁里头 接的大招 刚好把这个拉克斯收起来 两个一换一 是的 复原会这波也是救不到龙奥天啊 直接选择了开溜 那我觉得等复活出来可以动大龙了 是 对 这个阿里 你觉得他那个 就是 球中间飞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玉兔吗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魅惑宝珠 魅惑魅惑之兔 反正应该是一个小动物 对 这个玉兔太过分了 对 强额皮肤应该是 哈哈哈 角月的 角月 对 角月 金智走铺确实跟兔子没什么关系 是的 因为他这个小青人一看 还是蛮可爱的 就是我一开一开局我就注意到了 嗯 哎 这波狐狸 交闪了 对没大招的情况下也是闪现加上一个火尿带拉开了 这把打了一点胶着 但是经济差其实已经拉开了一万多 目前 一个是无敌龙二天 一个是 凯瑞全场 这两个 个人精进 非常高的 逃和防御打 都几乎在这两个人身上 看一下能不能动大龙吧 感觉动大龙有机会可以一波 是的 大龙可能要必弹 现在还在家里面 蓝色帮应该已经看到对手的一个行动了 呃 两个人卡在矮口的位置 过 想找机会去开 王子很尴尬 王子被卡在了洞口 火力大招还没好 直接被拈了 哇 这一波配合的真好 而且亚索这边拿到一波双杀 还要再打原地 皇子有个精神 起身之后 直接被压棋身压死 而且亚索也在底下 找到对方 只剩下最后一个拉克斯的人头 一波三杀的亚索 配合上队友 直接打了个团面 哇 这一波龙老天的亚索开得太好了 然后再加上队友的一个跟进 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这就是很典型的大龙逼团 我打龙的目的 不是真正的为了去打掉大龙 而是通过让你过来去找视野 然后抓机会 直接来 来打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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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打人准备打人 他狐狸空大了 狐狸空大了 一波了一波 是的 这把货有个大手子可以带我 是是是 对吧 一个大腿可以带我飞 尤其是拿到的英雄式版本 比较强势 你知道我碰到过谁吗 我现在ppp玩 碰到的国父第一题目 那把他还没carry 没办法 这个英雄也就那样嘛 但是他确实玩的很老天 来了 还要再打一波吗 对 但是大龙已经被拿的情况下 现在感觉虽然又手握两条小元素龙 但是目前的强妖队好像有异性 难以招架 主要这把拖不到远古龙了 对 拖不到远古龙出生 目前感觉从KDA上来讲 不管是这一局的胜利 还是我们这一次的心知守护这个东西 就来一个冲冲的队子 应该就是 拿闪了 正面一波团开起来 洛克克上亚索两个体接踏就进去了 雨枪反手给了一个大 但是这个伤害不太高 王子已经被秒了 亚索拿了一波双杀 还在找狐狸把狐狸已经倒了 雨枪就被狭隐了两下 直接血条见底 拉克斯只能眼看着对方点击地点击地 就能赢 来不及了 那没办法 让我们恭喜 星光队 获得了比赛胜利 我猜的是这个狐狸 我也猜狐狸 是吗 有没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上路那两个打得太凶了 一看就是不怕死 他们很凶吗 一直压我们的前击 我们那个见机也还没什么 一直压我们 后来被我们打动了 你们还一直在游戏内 居然还想着这件事情 还不怕我们的认识 龙哥被这个弟弟克制了 冠军亚索 冠军亚索 没有他欣赏 要不要来猜一下 就是这一方那个被守护的人是谁 我看那个鹿一直在保护侠 然后那个布隆也一直在保护侠 这个侠这个鹿一半突然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了 突然有一只布隆突然跑下来 有新鲜感 这样会有新鲜感 会有新鲜感 对对 辅助换一下 让双方AD保持新鲜感 对对对 确实是我 我是那个刑事守护者 因为霞这个英雄不太好死 因为他有大招嘛 但是其实我这把打挺胸的 我都是在别人脸上打 是真的 真的 他上的时候我都没有距离意上去 我感觉你们两个在下路的时候 就是一直两个人都在疯狂的往前冲 就蛋分有那么一丁点的机会就立刻冲上去 因为他们两个没有位移 没有 因为那个 我其实霞跟洛最怕的就是拉克斯嘛 他只要一丢Q没有丢到 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了 对 因为只怕他的技能 不怕那个 那个厄运小姐的技能是不怕的 因为 他其实前期本来战斗力也弱嘛 而且我们刚才这一局嘛 也看到大家都使用了很多心知守护者的皮肤嘛 嗯 那大家使用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霞洛先来分享一下 好看 然后呢背景音乐也好听 是的 然后技能的特效也很炫酷 嗯 特别好看 我看到霞的那个羽毛 甚至是它是小猩猩的形状 对 然后我们加速跑的时候 它是有小翅膀的飞 特别好看 嗯 特别特别 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晃晃也是用了我们的新手 金克斯真的太漂亮了 真的 听起来更多更好的内容 那其实在今天我们明星召唤师 取什么样的福利来送给大家 那在此之前呢 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 就是请我们现场的明星召唤师们 来向我们的项目组代表 没问题 认真作答 OK 那我们 我们的代言人小凯来先来吧 因为刚刚听说 那个手游要开峡谷之巅了吗 在这块的话 其实我们峡谷之巅 是在这个端游开放峡谷之巅的时候 其实手游也是在同步的开发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嘛 嗯 然后手游的峡谷之巅 在端游的这个研发器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筹备了 这块的话 其实是主要是根据玩家的一个 段位的一个进度 来进行一个手游的一个调整 微博呀 贴吧呀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用言呀 用户调研 用户问卷的形式 去收集玩家们 对英雄联盟手游的一个意见吧 然后就像我们的那个 那首主题歌 雇佣者里唱的那样吧 就是不完美的人值得歌颂 我们也是从一步一步的 从这个不完美到逐渐接近完美 接近这个 谢谢我们项目组老师 来以为我们英雄联盟手游所做出的付出 很详细的给我们来评价了 包括讲解了一下 关于萨米拉这个英雄 对 当然这个萨米拉的话 它其实是在我们 对 那没关系 这个游戏内对局环境表现好的玩家 比如像这个小凯啊 龙帝啊 那些表现比较好的 然后又苏老师啊 然后龙帝啊 包括军台啊 也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嫌弃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特别棒 对对对 开心 是的是的 多亏有三位大佬 尤其像有小凯这么酷的MVP 才能带着迷赢 是的 然后就希望大家以后能够 多对我们像这种新手 可以多包容包容吧 三谷不见不散 英雄一起闪耀 谢谢 拜拜